大家好,我今天要帶大家的故事是 玻璃窗內的蒼蠅 魚吃的蒼蠅啊,在玻璃窗上面盤旋,風潮 花了一整天的時間也出不去 因為它居民與眼前所見,不能退一步領取出路 索伯事件就是一個大玻璃窗啊 自古至今故事關了多少的癡營在裡面 我們今天能幸運的退一步向西飛去多痛快啊 今天的故事在見到這裡,謝謝大家